伟人逝世当天,中央广播电台却发生了一起严重事故,引发外界广泛质疑。 当天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临危受命,紧急向全国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。 然而,如此严肃的历史性时刻,电台内容却意外提到了周总理,事件发生后,立马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质疑。 许多人觉得这是有人故意为之。 在伟人逝世当天,发生如此重大且低级的失误,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? 1976年,对于每一位中国人而言,都是无法忘记。 无比沉痛的一年,在9月9日这天,全体中国人都因为一则噩耗陷入了无尽的悲痛,无产阶级革命战士,新中国的领袖,人民敬爱的毛主席逝世了。 而就在不久前,人民才刚刚送别了周总理与朱老总两位伟人。 当天凌晨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正全被一通电话铃声吵醒。 当拿起电话的那一刻,一种不好的预感便涌上了杨正全的心头,因为这一年的新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。 周总理逝世,朱老总逝世,唐山大地震的发生,每一件都令其悲伤不已,心里焦脆。 而电话那头并没有告诉杨正全具体的事情,只是催促他在第一时间赶到局长办公室。 预感有大事发生的杨正全,没有迟疑,急忙起床,连衣服都来不及穿,拿着外套便急匆匆地赶了出去。 等来到广播电台局长办公室后,房间早已挤满了人,可每一个人都神情悲伤,一股无比压抑的氛围扑面而来。 见杨正全到了,一个工作人员漫步走到他身边,用几乎带着哭腔的声音,告诉了杨正全毛主席逝世的消息。 一时间,杨正全头脑一片空白,一种无力感令他甚至无法站稳,大家都知道毛主席身体不好。 晚年的毛主席接连经历了林彪的叛逃,周总理,朱老总两位革命战友的离去,以及唐山大地震的噩耗。 身体状态急剧下滑,连独立行走都成了问题,中央为了照顾毛主席的身体,于1972年宣布其不再接见任何外宾,可情况一直没有好转。 尽管大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,可当真的得知毛主席逝世后,依旧无法阻挡巨大的悲伤情绪。 但很快,杨正全便回过神来,极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绪,因为他明白国家深夜将他们召集起来,肯定是有更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。 那就是向全世界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,但在此之前,广播电台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,毛主席对中国人民而言身份特殊。 因此,整场播报必须做到零失误,顺利、准确地将播报完成。 按照初步的计划,广播电台计划于当天下午6点,正是向全国播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。 但很快,第一个难题就摆在了众人面前。 每一个重要领导人的逝世,在广播时都要配有哀乐,而且必须得是原创,且时长都不一样。 以毛主席的身份,其哀乐必然得是最长的。 可这具体时长究竟定在多久,现场人员都发出了不同的看法,甚至爆发了激烈的争论。 最终,经过各阶层领导的协商同意,哀乐时长被定在了6分钟,时长敲定了之后,便立刻委派专业人员进行哀乐的制作。 接下来就是播报内容的撰写,以及具体流程的安排,由于事态的突然性,已时间。 整个广播电台全都进入了全身心的工作状态,大家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。 可就在这时,一则来自中央的消息,又再次令广播电台的所有人心头一紧。 中央下令原本定于下午6点的播报时间,被提前到了4点,而这还只是正式播报时间。 在这之前,广播电台还需要进行一小时的预播通知,好让全国百姓先做好收听的准备。 也就是说,本就紧急的播报时间又被缩短了整整三个小时,本就忙碌的广播室再次躁动了起来,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。 终于,时间来到了下午3点,全国各地的广播准时响起了预播,连续播报6次,重复12遍内容。 一时间,全国上下都感到十分疑惑,大家都很好奇,国家又有什么重大事件要宣布了。 一小时过去后,下午4点,播音员用庄重且肃穆的语气向全国宣告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。 一时间,无尽的悲伤之情笼罩在中华大地上,无数的群众还没等听完广播便已经泪流满面,不少人甚至当街就大哭了出来。 可能很多人从未亲眼见过毛主席,但伟人的事迹,伟人的精神却一直鼓舞着他们。 而许多在毛主席率领下成长起来的人,则更加悲伤不已,然而就在全国上下都沉浸于悲伤中时,广播中突然出现了周总理的哀悦,而原本正常进行的广播也被瞬间切断。 一时间,举国哗然,虽然广播被切得很快,但依旧有无数百姓清清楚楚地听到了,这段哀悦正是周总理使用过的。 这样的情况令不少人都感到十分气愤,在毛主席逝世的播报中,却放出周总理的哀悦。 这完全是对两位伟人的不尊重,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内部有心之人故意为之,借着这种重要场合来破坏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怀。 虽然广播很快就恢复了正常,但产生的质疑却一直存在,而且事后,官方部门也没有就此情况做出过任何声明,这个谜团也就一直保留了下去。 一直到2008年,曾一手参与了毛主席逝世广播的杨政权,才向大众讲出了当日的真实情况。 对于在伟人事事当日,广播电台出现如此大的失误,官方也立刻在事后进行了全面调查。 通过对所有参与工作人员的审问,事实并不像社会所传的是有人故意为之,而是一起正常的播报失误。 因为当时原本计划播放的哀悦是6分钟,而且已经制作好了,可就在电台准备播报前夕。 上级又突然下令要将哀悦的时间缩短至三分半,这突然的变化令电台所有人都手足无措。 无奈之下,负责人只能下令从以往使用过的哀悦中挑选一个符合时长的。 恰好,当初周总理的这段哀悦就是三分半钟,当时距离周总理事事不过过去了半年多。 时里长街宋总理的悲壮场面依旧映刻在每个人的心中。 因此,很多人在听到哀悦的一瞬间,就听出了这是当年周总理使用的哀悦。 至此,埋藏多年的误会已经解开,毛主席与周总理是一生之友,二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,或许伟人也很高兴能与老友用同一段哀悦。 时光飞逝,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多年,但其的理念精神却依旧补伍着每一位中国人,中国人民也会永远缅怀毛主席。